上周末在北京开场除了爱表白的汪峰之外 还有一位世界的女主角 就孟廷伟也带着她的好朋友来了 不过在这些好朋友中 有一位的出现让大家特别的大跌眼镜 她就是外界盛传借入孟廷伟和前夫 张志鹏婚姻的第三者张暖雅 这年头传绯闻不奇怪 可是在这个风口浪尖 还那么高调的主持传说中情敌的演唱会 就真的有那么点奇葩了 孟廷伟的这场演唱会 在婚变消息之前就已经一票难求 原本冲着好歌声来的歌迷们 此心也算是顺便为孟廷伟打打气了 在我心里边不管她什么样 她都是最棒的最好的 不管如何我们都是她重视的歌迷 支持她是一定的 歌迷们等待着一场和偶像见面的盛会 可是演唱会从头到尾被一个人搅了局 大家今天来到的是我们孟廷伟小姐 台北爱情故事巡演的第一站 北京站 眼前的这位就是孟廷伟昏变事件中的另一位主角 张暖雅 此前孟廷伟的好友于凯璇就曾发布一篇长微博 提及这位主持人 可是一句好话都没有 突然一天网上新闻说 这位三级女星将担任她演唱会的主持 可气愤的使她不知情 你连最基本的告知都没有 因为张暖雅她本身是有很好的口才 很好的反应 那我们觉得借这样的机会让她去做这样一个串场 张暖雅口才到底有多好 好到让张志鹏不顾孟廷伟的感受和舆论的压力 也非要让她来主持这场演唱会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主持界新兴的风采吧 好开心也很激动 我真的好开心 好激动 好激动 好开心 好激动好开心 基本上是贯穿了整场演唱会 这难道就是张暖雅的真正的主持实力 可张暖雅有的是绝招 把自己从配角变主角 林立章拿年龄说事 因为这么近的距离 大家可以很清楚地认态 看清孟廷伟 老了吗 虽然孟廷伟有着父老容颜 但是又有哪个女人真的不建议 哪个疯涨的数字呢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 其实我本身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孩子 这些歌伴随着我 从少女到个女人 我是从小听孟廷伟的歌长大的 还有什么比这一招更加毒辣的吗 第二招 不放过任何一个自我宣传的机会 除了拿自己小时候说事 现场的巨幅海报也说明了这位主持人的与众不同 就算是串场介绍孟廷伟的歌曲 也要拿自己来做个比喻 我最爱的歌呢是野百合有春天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是深刻鼓励的野百合 我说这朵野百合你今天是不是开错了地方呢 三招疯狂套近乎 虽然太过艳丽的长相并不讨喜 但是张南亚这张小甜嘴可总能在适当的时候派上用场 高实在是高 即便是在这个风口浪尖还能如此高调的自我宣传 是该有多强大的心脏呀